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见哈德森人群中杀出对抗之后 直面篮框出手又是一个2加1为球队拉开比分 第三节一边在站 八四鬼手抢断直接塞给郭艾伦 郭艾伦踩下油门直接百米冲刺甩开对手轻松上进 两人队就此打出一波流 随后从明镇在快攻中突翻扔给快线哈德森 后者手起刀落又是一枚三分进仗 吉林队慌乱中叫下暂停 抑郁止住丢分势头 三零之后韦伏无视五人防守大跨步 踩进内线与南斗里打成配合 眼看吉林队又要获进一分 这边布兰登巴斯一击大帽将吉林队打回原形 南斗里随后强打内线 用个人能力看准韩德森就上 韩德森张手抑郁防守无奈 却被蓝道里打成了2加1 围长韩德森找回颜面 韩德森又一次加足马力杀入游戏区 骗开防守塞给韩德森 韩德森凤兰也骗到反规回应了一个2加1 第四节开始怪轮两度突破如入无人追净 吉林队彻底放弃防守 至此比赛失去悬念 辽宁最终以116比108 轻取吉林 等讯体育综合报答 常常没有打的都不用天安逸 知道就图一个 因为确实我们也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